台中市议会交通地震委员会针对地震基金的编列 由各局处来进行报告 其中文化局编列上千万元的预算 不过这预算书仅写了四个字惹怒议员了 要求提交详细的报告书 而圆满户外剧场一年编列上百万元的维护费用 而年收仅仅31万 也遭议员亏这个质疑是不是亏太大了 圆满户外剧场举办大型活动是台中市区地标型的存在 一年编列上百万元的维护费 您收呢能否打平市议会交通地震委员会上 议员很是关注 一年的收入 这个场地出租的收入 一年收入多少 31万元 31万元 做场地的出租的收入 维护在多少元 目前的管理维护是257万元 实际到现场看看剧场里的座椅年久遭受风吹日晒 确实有部分损坏 连同座椅及相关设备器材 文化局编列275万维护费 反观去年营收仅仅31万 差距很大 当然是亏是OK啦 你虽然是亏太多了 三十几万对二十两百多万 那爸爸本年就没入 需去三十几万 那么多三 太远古了啦 对不对 我剧场的成维护费 市议会交通地震委员会 文化局针对地震基金编列用途进行报告 除了圆满户外剧场的维护费用之外 文化局这一次共编列一千六百多万 但预算书上仅仅四个字带过 也惹来议员不满 你都没有注明 就是一个新建计划四个字 就一千六百多万 这样对吗 是 我跟一座报告 我们这个部分会做观众座椅的修缮 还有五排升降吊车的更换跟天花板 以及地砖的其他零星修缮 所以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有经过估算过 那因为圆满户外剧场已经有15年没有进行大型的维修 最终预算审核文资处预算照案通过 而文化局的部分则要求提交详细报告书